各位企業線上網友大家好 我是Austin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車款 它是目前台灣唯二在百萬級距以下 你買得到的手排車型 那同時也是我們這一次在試駕的時候 算是手排的最後一塊拼圖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車款就是 Pojo的208手排版本 好那在我們正式的試駕之前呢 我們也請到了保家聯合的北區銷售顧問鄭均援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要所試駕的208的車型 均援你好 各位汽車線上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那均援我想先請問一下 這一次我們如果從外觀來看Pojo 208的話 那它有什麼比較明顯的特點嗎 明顯的特點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引擎蓋 這是延續我們的這個HR1概念車來做出的車頭 跟我們的氣把 它其實我們之後新改款的車子 或新出來的車子都會以這個為概念 你車身跟車側用了很多這種鍍鉻的元素 那這些是設計上面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 這個方面的話其實它就是 因為車子進口車來講現在使用鍍鉻的元素是越來越多了 那我們208來講它像我們看到我們前面的霧燈 或是氣壩的邊框 還有車側的邊框 他們都有做一個鍍鉻的飾條 OK 所以這些飾條其實讓這個車看起來變得比較年輕化 而且比較有活力的感覺 其實我剛剛有發現說好像你們不是所有的車型 都是有這種鍍鉻的這個後照鏡對不對 這個其實它也是三門跟五門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如果說今天是三門的車型的話 就是在這個後照鏡的部分就會改成鍍鉻的 我們再來看就是到車尾的部分 尾燈的設計你們這次的造型看起來蠻特別的 那這個設計是不是有一個什麼概念在裡面呢 這個造型其實我們如果說從車的後側方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的車燈它是一個C型 C的形狀 但它其實概念就是來自於我們獅子的手 一個爪子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就是內裝的部分 那這一次在208車型的內裝配備上面 有沒有比較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地方其實就是我們的方向盤 對它是比一般現在同級車來講 它是比一般車子還小的方向盤 它在低速的時候 因為它的整個圓周是比較小的 那它就必須要在低速的時候 是比較輕的一個狀況 我們有做一個電子輔助 那高速的時候它會變得非常重 它就至少這樣開起來不會失去我們的路感 座椅的配置上面 其實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 好像208手排的部分 它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座椅的設定對不對 對我們在三門來講的話 它的椅子是做半皮半布枝的一個設計 這次你們有多了一個螢幕 對它其實就是我們的一個旅程電腦 那它還有附加了一個藍牙功能 可以用我們的藍牙來接聽電話 然後也可以那個聽音樂 用藍牙來做聽音樂 那208的這支的動力上面 它是不是有就是兩種動力 然後三個車型來供消費者選擇 是 我們現在是有自排 汽油自排跟手排 它的動力是 馬力是120匹 那扭力是16.3 那柴油來講的話 它是92匹馬力 那扭力是23.5 今天這樣子一整天開下來 你覺得這台手排的這個 208車型 在操控的感覺上面 你的評價是什麼 整體開下來的感覺 其實它的動力加速是非常的輕快 尤其是可能是因為它的車重 才大概1000多公斤 不到1100公斤 所以在它的加速性上是非常的輕快 而且這一次又是手排的加值 所以它的加速感是非常的直接 在它底盤設定 它採用了前脈後要成績後拖翼幣的一個設計 所以在 五指三這種雕磚的小彎上 其實它是非常的靈活 就是車尾拖翼幣的設計 就有點像以前的Saxo 這一次 208所搭載的一個 算是一個 創新的儀表板 就是你駕駛者不用從 方向盤中來看儀表板 而是從方向盤的上面來看儀表板 可是這樣的設計造成 它在座椅的設計上會偏高 因為我個子比較高 所以我調的蠻後面的 當我調到蠻後面的時候 方向盤就很容易擋住了儀表板的視線 所以我必須要把方向盤壓低 可是當壓低的時候 方向盤 雖然它的尺寸已經做得很小 可是我還是會覺得它會離我的大腿還蠻近的 就轉方向盤的時候 可能會被大腿卡到 所以我勢必一定要把方向盤再調高一點 可是當我調高一點的時候 又會遮住儀表板的下半圓 這時候又會發現 因為它的排檔行程又特別的長 所以當我錄到三檔 或者是五檔一檔 我會發現我的手臂 往前移的時候 順便會順勢的把我的背 有點沒辦法服貼在椅背上 所以就算是這一次 208一個手排的一個小小的缺點 教練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今天這樣子 我們算是有手了一下這個五指三嗎 是 那你這樣經過這樣三道的事 操架之後 你覺得說這個 208它在手排的部分 它在操架的反應 你感覺它的感覺如何 因為其實我們是從市區開始就來開始駕駛 然後一路到五指山上跟下山這樣子 那我覺得 其實這台車真的還滿適合都會跟兼具 你想要小小胚山路的感覺 因為它不管你要換車道超車鑽小路 或者是你在山道上的操架 其實都是很靈敏很輕巧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一個想要開始體驗 首排車的一個新手來說 它算是一個滿適合的車種 那如果以一個女性的身分的話 你覺得說這台車子它在這個 這一些像坐姿 或是像操架的這種方向盤的這個位置的部分 有沒有對你來說有沒有什麼影響嗎 其實我覺得它的距離來說 可能對我嬌小一點的女孩子還滿適合的 那像阿德剛剛它是看不到儀錶板的 除非把方盤壓下來 可是又會頂到大腿 可是我如果說 我把它伸到最高我也會看不到 可是我把它伸到最低的話 是看得到而且不會頂到腿 所以其實是對於女性來說 這一點還算滿適合的 然後再來進去看它的空間 其實它的空間配置也不錯 不管是因為我剛剛有試過 如果我坐後座把前座拉到最底的話 可能也是我比較嬌小 我覺得還不會不至於說 完全卡住動彈不得 對所以不管是前後空間 我覺得都還不錯 而且它因為裡面都是以皮製的方式 甚至它的那個皮椅的部分 但是因為它又要有一點運動的感覺 所以它又加了布置布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會滑動部分 有布置布可以幫你抓住 可是但它又旁邊有了皮的質感 所以我覺得質感跟Sport版的兩者兼具 OK阿德 我把你晾在旁邊晾太久了 回來問你一下 你覺得這個外觀的設計 它會吸引到你嗎 我個人覺得它的208就是一個 非常時尚 非常都會型的一台小車 可是我對於男生來講 可能它少一點粗礦的味道 就是少一點肌肉的線條 或者是少一點比較銳利的一些 一些設計 所以對於男生來講我覺得 可能要改一下車子會比較好 最近大家都會一直在問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分析一下 這個車子的市場 那既然這樣的話 今天來請阿德 稍微跟大家分析一下說 這一部手排 你覺得它大概的市場區間 是在哪個定位上面 以市場來看的話 就是如果你想要空間大一點 你也許會選擇納日捷舞 而且價格便宜 因為它市門 上下也方便 如果你剛入手排 你想要有時尚的外觀 又有不錯的操架 進口的一個底盤的設定的話 其實208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其實綜合阿德 以及嘉穎兩位的說法 其實就是 208這個車型 其實它就是比較一個 for都會的設定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說在外面 你想要買一部 富有一點操架樂趣 然後又能夠有 兼具這個都會的 時尚感覺的車型的話 那我覺得208 真的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而且重點是它是在100萬元以下 所以其實你在買車的時候 這個選擇 這一個我相信是蠻吸引大家的 OK所以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介紹 我是Austin 我是佳穎 然後 我是阿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